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发展51 51打14000公里 不是说太平洋这边是过去 它走北极圈 它一直可以打到你的西岸 包含纽约 华盛顿 这种造美国的全境 变成十几个小飞带呢 哇 不得了 找到自己的目标下去 换句话说它一发 打到你十几个城市 那你能拦几个 造成毁灭性的大际 中国大陆也很清楚 美国的军事霸权是全世界第一 因为这百年来从二战以后 美国的军工业发展很发达 海权锁国的这个政策也在积极进行 全世界到处的这个航道 海口 港口它都部落有重兵 换句话说中国从刚开始 慢慢的脱贫开始 国力是不够的 所以先搞两弹三星 防止这个朝鲜战争的这个扩大 那后来他发现了 就是说美国对海外用兵呢 都是靠航母 是 因为美国不太可能开陆军 大量的陆军上场作战 除非对于小国家掌握了海军空忧的话 他的陆军部队才会上来 所以中国大陆先发展东风 东风分两行 21跟26 那么一个是1500公里的射程 也就是他当初设定的这个锯子线呢 就在大陆东南沿海向外扩张到1500公里 那这个东风就有 对航母的杀手 后来又不够 他觉得我沿海的东风阵地 也可能被美国的导弹所摧毁 所以他有东风26的4000公里 4000公里他可以配置在内陆 再来加大这个1600公里的锯子线 就变成有两种不同距离的飞带呢 完全要质押你美国航母靠近 为什么划1600公里 因为航母的飞机啊 大半只有1000多公里的这个 作战的不是 作战的来回 作战的距离 你要来回的话就要折半 对啊 折半就在1000公里以下 所以1500公里就可以跟你 你接战 打到你1000公里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能力 再往 用空军再来进犯 所以1500公里他有计算 当然美国也为了这个 拼命发展的标6标3的这个 防空飞弹 包含伯克级的这个神盾寿司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又在发展 洲际飞弹 因为前面讲的东风1726是一个 战术性核武 就是说打你美军基地 打你美军港口 打你的船团 家门口的部分 家门口的船团 最主要是对付船团 反舰嘛 所以美国才讲他是 反舰杀手 航母杀手 这战略洲际飞弹的就是东风41 东风41打1万2000公里 就可以打到你本土 美国本土包含你的这个东岸 对不对 那因为美国也很大 这个跨度也很长 那美国也从阿拉斯加以南 到洛杉矶 截国金山一直到这边 部署了很多的拦截的导弹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发展51 51打1万4千公里 它的打的这个航道就改变了 不是说太平洋这边是过去 它走北极圈 走阿拉斯加 你知道我们飞飞机 为什么常常要经过阿拉斯加 地球是圆的嘛 上面的距离小嘛 OK 吃到这边的距离长嘛 就长了 它说这边距离短 对 它一直可以打到你的西岸 包含纽约 华盛顿 是 所以它这个航道 就是我可以笼罩你 全美国的这个全境 全境都被打击了 对对 包含歐哈尔的这个 这个导弹基地 纽约那些也很恐怖 当然 因为纽约是它的经济中心 这些都被打的话不得了 华盛顿是它的政治中心 是是是 那这个航局 航道的这个选择 就威胁到你美国全国本土 下面再谈这个东风五十一 为什么它是两节的这个装药 就是它的推进的这个燃料 一种是液体的 一种是固体的 据我的推赛呢 第一节是液体的 OK 因为你们看过这个 美国的这个所谓 航天的这个飞单 这个火箭啊 对 在起飞之前不是 很多电线啊 氧气啊 什么东西在那里输嘛 全身好像解冻的冰棒一样 很多的雾气出来 很多雾气 那个就是液体 液体的好处是推力很大 但是呢 它要有一个基地敷的 它慢慢弄起来 OK 那后面一节呢 就是固体的 它第一节把它推上太空以后 速度加得很快以后 这个弹头就分开了 OK 它分十几个弹头 是 每个弹头有自己飞行的方向 有制导 它有制导 它有星空制导 对 这个卫星制导 跟AI的这个目标 获得制导 那变成十几个小飞弹呢 哇不得了 它就找到自己的目标下去 换句话说 它一发 就可以打到你十几个城市 是 那你能拦几个 就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好 美国担心中国大陆的 东风系列导弹 不只是在家门口 有东风系列21啦 26 然后美国自己的源头打击 中国大陆发明 东风41跟东风51 所以张军刚才特别说了 东风51 它其实 它可以打了一次呢 就有可能三十几个 制导的目标 你美国全境都有可能 被打到呢 所以它这个51 为什么 它的设计概念有几个突破 第一个大家已经听过这个 承波的这个飞行 就是跳 跳脱的这个弹道 让你很难锁定跟侦测 第二个它这个 前面的加速度已经够了 就超过五马赫以后 一般的导弹就很难拦了 但是它飞到你目标上空 下来的时候就十几马 十九马赫 十九马赫 这个时候你什么导弹 拦截导弹 都拿它没有办法 而且它每一个弹头上面 都有自己 自主性的这个寻目标 所以这个就造成 美国在防御上是非常伤脑筋的 所以 虽然 美国的核弹头 是比中国大陆多很多 但是它这个一发上来 就有十几个分弹头 它再做几次饱和攻击的话 你是蓝不胜蓝的 因为战略性的核武 它的当量都很大 这种毁灭性的效果 就可以取得中美之间 不做核子战争的一个平衡作用 虽然我 但少 弹头数字少 但是我的推进系统 你是防蓝不住 这就让敌人担心了 所以这个问题 也不是说 中国要去拿核子武器打它 但是确保你美国 不能用核子武器打它 就是这个道理 对的确 所以中国大陆 尽管核弹头 没有你美国多 但是这核弹打不得的嘛 中国大陆研发这些 也就告诉你说 我们都不要打核弹头的话 我们用常规武器来打的话 那美国你有多大胜算呢 尤其战火可能会是在台海的这一块 自己家门口 东风系列就绰绰有余了嘛 我们下期再见